中國的恆大集團 今天他的危機震撼全球 美國的股市一度狂瀉一千點 那除了美國股市狂瀉一千點 中場收盤跌六百點之外 日本股市 香港股市都中度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還出來講話 他呼籲美國的國會要調高債務的上限 因為美國政府十月份左右的錢 已經用完了 他警告中國的債務委員 可能會導致歷史性的金融危機 歷史性的金融危機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為什麼講 我們之前其實講過說恆大的債務 兩兆人民比土 然後他重點是 剛才講利息 他現在利息快付不出來 其實到九月二十號的 違約利息是四十三億 一天的利息是三億 一天利息是三億臺幣 所以他現在大的狀況是什麼 大的狀況是 他現在基本上 他現在的爛尾樓 差不多還有兩百萬戶 跟恆大有關的相關的這個工作人 整個中國的這個工作的人 從事相關行業工作人三千萬 你如果導他可能影響到這些東西 那問題是你不導 你要中國去救援 中國政府去支持 你中國政府支持的結果是什麼 我現在支持了恆大 那我要不要支持其他的這些 相關的企業 每個企業都在等著你中國出手 所以他現在中國就很尷尬 因為你一導的時候 這些爛尾樓你一導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第一個 你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沒有了 爛尾樓沒有了 對社會的動盪 對近乎抗議 所以我們記不記得 他要挖祖墳的 然後上街頭抗議 那為什麼世界股市要跟著到 因為因為事實上恆大你看 恆大他其實他不是一個恆大地產而已 他是整個的集團 那他事實上在香港最大的兩個 一個是一個是恆大地產 一個在這裡面一個是恆大的汽車 恆大汽車多厲害 他現在一台車都沒有造出來 大家沒有看過市場上有恆大的汽車嗎 沒有 對但是他的他的汽車的股價最高的時候 跟那個阿里巴巴的那個 跟那個比亞迪差不多 全中國第二大的汽車股價很可怕 那可是當這些東西他都怎麼來 他都是借錢來的 恆大怎麼壯大的 趕快我要蓋房子 我不可能拿自己的錢出來 我去借 我去跟地方借 我去跟中央借 我去跟各種的銀行借 所以他形成一個高槓槓 那借錢我開始來蓋 蓋變成爛尾樓之後 我還不出錢來 那我還不出錢來 銀行根本就沒有錢 那銀行沒有錢的時候 人民就民眾就會覺得 等一下我錢拿不回來 我房地什麼拿不回來 造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所以為什麼會叫 為什麼有人把他叫雷曼時刻 意思是因為你這個高槓槓 造成的高負債 導致說這個現在 他沒有拿不出錢來的時候 你最後會造成擠兌 造成這個其他的行業的崩潰 造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整個就變成骨牌效益 那恆大既然這麼嚴重 說中國政府進來也大力鼓吹 勤儉節約整頓官場奢華送禮風氣 新華社報導說 最近這個五星級酒店 他們都在賣高價的月餅 那這些高價月餅 不少都是進貢給官員的 例如上海的半島酒店 推出一款要價人民幣一千六百八十八塊 台幣七千三百二十八塊的月餅禮盒 說是用三十年的陳釀茅台所製作的 限量發售一百盒 馬上銷售一空 請大家看 售意沒了 沒了 請教方老師 要你吃過七千幾塊的月餅禮盒嗎 沒有 沒有了 沒有那個命 裡面沒有那個胃 這氣味不知道什麼樣 這很多都是用來賄賂的 這個是拿來賄賂的工具 但我必須要講說 恆大現在不是單一案例 現在很多中國的 這可能是一個一連串的連環報 很多人是買了很大的房子 貸款還在繳 房子現在在那邊不動 還沒蓋完 很多人會跳樓的 你看很多人是什麼 很多人是買了恆大的 這種金融商品 還有賣金融商品 都是散戶 他投資現在血本無歸 你更不要講說 他裡面當今有三千萬人可能會失業 因為這個而失業 所以這個是社會 我覺得共產黨最怕 現在最擔心這種民怨 他會跟你拚命的 別的什麼政治事情 那個我覺得還好 這個東西是 中國人最重要的是買房子 房子是他這輩子所有的心血 當他的心血整個都不見了之後 而且我可能買到一個爛尾樓 這個人對他來講 是 我不需要講 接下來有人 因為還不起貸款 可能會跳樓 這種事情會 恆大可怕的地方 他的房地產 不是像大家想像到 深圳上海北京 他的房地產 百分之五十 都是跟地方合作 三線城市 四線城市 五線城市 那個都是剛剛講 習近平去年要脫貧 要扶貧的那群人 花了一身的積蓄 你買個房地產 你現在說你爛尾樓 你看這些中下階層的人 會不會輕人造反 所以恐怖恐怖在這 所以今天這個恆大 他影響的是整個 整個世界各地的股市 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會是中國倒下來的 第一個大企業 會不會還有後續效應 很多地方政府破產 很多地方 特別是三線四線城市破產 然後公務員沒薪水可達 然後到最後習近平怎麼辦 你們偷聚集對不對 解放軍上戰場 槍子彈對著 看你要命還是要錢 我覺得現在這些人 還是在那邊抗爭 接下來習近平就會 為了要保存政權的穩定 我覺得他只能會做這個 好那我們再看 這一家是很有名的公司 中國的網路轎車 叫滴滴出行 他偷溜去美國上市 被抓包 數據因此被收歸國有 連滴滴出行恐怕也要落入黨的手中 媒體今天報導路透社說 聯合創辦人兼總裁柳青 即將去職 改由中共派人接手 這是滴滴出行由民企 轉成國企的最後一里路 怎麼這樣 民營企業就變國營企業 如果你有消去